先来喂鸡 还是摘萝卜菜 摘萝卜菜 这个麻鸡现在爱上玉米了 黄鸡在窝里面吧 他之前不吃玉米是因为他没有吃过 他吃了玉米之后就爱上玉米了 先挑玉米吃 黄鸡也来了 你怎么吃饭都这么不积极了 现在就来准备拆这个中南屋了 今天开始拆吧 昨天天气不太好 但是今天还可以啊 虽然还是纷纷沉沉的 至少现在没有下雨 这地面都还有一点湿啊 春天果然来了 先从那个顶开始高吧 那个顶那些木粮啊什么的 看今天能不能完全拆下来 那个还是有点重啊 上面还有一点点瓦 先把那个瓦掀掉 到时候小米就不能在这里睡觉了 因为它漏雨了 是的 这个要拆掉 这个前后就打通了 先戴上手套 那里有一个野猫 哪里啊 哦真的 一吃梨花 是不是投我家鸡蛋啊 它 还需我家的猪男物 先把上面的瓦拆了吧 这个好结实啊 现在还是一个整体 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拆了 要不把它留着吧 用树枝瓦给它盖个瓦出来 盖个顶 已经坏掉了 这些梁又坏了 也是了 这都烂了 你小心一点哦 有点滑哦 小米过来了 小米过来了 我把这些梁又坏掉了 瓦豆掀完了 接下来干啥 是不是卡住了 小心一点 先把这个横梁 拆下来 所以要把烤煮碎 煎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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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干嘛 你干嘛 这里还有好多白色的管子 这管子还能用吗 看一下 有弹性 还能用吗 应该可以 我看一下那个 里面 这种这是最普通的单层管 好薄啊 这是哪个地方 比如说你那个雨棚 上面需要 抽水还是什么的 打个洞 就搞个这个管子 留着呗 对先留着吧 12345根吧 对5根 告诉我给它收下去 这些木板子什么都要留着 是吧 能用的都留着 对 别掉下去了 别掉下去了 妈呀这上面好多钉子 妈呀这边墙都在抖 我刚刚这一下 主要是这个墙麻烦了 这个是我们的围墙 这是围墙 这面熟一只 但是它已经往外倒了 对啊 妈呀这个砖都感觉已经不行了 黄泥巴气的那时候 坚持这么多年都不得了了 但是它很容易 6分钟 那 我 放水 足小时 饼 楼 把那里抬起来 这里吗 往前走 这个梁好重啊 可以了吧 你又把那个挖打碎了 缺了一块 我缺了 对啊 等会再补吧 没事的 差点打到我了 最后一根了 这个屋顶就掀完了 这里还有个自行车呀 这个是你的吗 是我的 这个是我姐送我的 那这读书一直走路嘛 太远了 我姐就给我买了个单车 买了个这种自行车 它本来不是这种黑色的应该 好像是粉色的 粉色的吗 对 一开始好像是一个粉色的 这个黑色是里面的钢管吧 不知道啊 我姐送了一个粉色的自行车 那时候就急着去上学 从小就接触这个自行车 接下来就把靠近这个围墙这一边 这里拆出来 然后呢 给它找点瓦 把这个顶给它盖一盖 万一下雨 这个围墙马上就垮了 它这个好像是因为地基不稳吧 这个围墙现在已经往外倒了 它是一个斜的 稍微碰一碰 这个就倒了 整个的 暂时不能让它倒啊 这个围墙 这我咋过去拆 这也不敢踩呗 它动 看来这一块都要一起倒了 等一下 上面这种 搬墙 就给它拆掉 还没给它 看来 它是一块 好 就是 有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 小米来了 刚刚去外面玩的一圈 又转回来了 我差点以为我要掉下去了 这个是一个什么 战兰吗 养养那个养的一间 养的那个门关养的 屋顶这样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去把围墙那一段 用瓦给它盖一下 去搬点瓦过来 小米 好 蜘蛛 先把这里补一下 差点倒了 这个瓦还差了一些 上节再去搬了一点过来 搬了这两片差不多了 好 你再递给我 在我们家女人就是要干活的 我熊一般的女人 就要帮你搬瓦 像我跟猫都是要享受的 小咪 铺好了吧 好了 这边的围墙上面也全部都盖好了 这一节这个围墙 以前是养猪嘛 中间这一块明显往外膨胀出来了 好像两边还好 跟这边连接的地方都还是挺直的 可能是那个猪要蹭养吧 就一直把这个墙往外推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里应该要拆了 以后要重新建才行的 不然的话太危险了 那个羊回家了 我们也要收工了 又要去搞菜了 今天吃那个油菜 这是大米掏的洞 掏得非常的深了 小时候我也喜欢玩沙子 就是在那里掏那种桥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洒的到处都是 这沙子要留一堆给他们 到时候天热了 在这个上面打滚 可能会凉快一点 干嘛 你要吃油菜啊 你又不吃 干嘛呀 这么热情 开始洗菜了 这个油菜也没啥好洗的 因为那个根都没有药 直接掐掉进来的 也没什么泥巴 就洗一下那个灰吧 今天吃一个油菜苗 然后来一个土豆片 炒这个瘦肉 这里是前几天买的 这个是15块8毛钱 我们这里现在这个瘦肉 是13块钱一斤 这一斤多一点点 可以吃个三四餐了 等一下给它分成几块 又放到冰箱里面去 今天吃一坨就可以了 四个土豆 切一点水 把这个切好的土豆片泡着 土豆就让它先泡着 现在来把这个肉给它切开 分装一下 好多塑料袋 可以吃四餐 你看 起码可以吃四餐 对 15块8 四块钱一餐 豪华生的 嗯 下边 大小 你不要不要摇讶 你不要摇讶 取得 點盤 把水都切成 豆腐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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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大蒜炒香了 现在放鸡肉片 熟了 撒一点这个孜然粒 来点大蒜叶 这个孜然特别的香 有烧烤的感觉了 哇塞 喷香的 洗一下锅 不然等一下炒那个油菜 想到是黑的 吃饭了 我特别喜欢吃土豆 来 多吃一点 今天辛苦了 明天还要辛苦 看这个孜然力好香 有点铁板烧的感觉 太好吃了 这个土豆一整个蒸着吃 我都喜欢吃 有那种小土豆 一点点大比那个鸡蛋还小了 真的是特别好吃 很甜 那个不是高山小土豆吗 高海拔地区的 那种铁板烧炒的特别好吃 对半切 很香 煎一下 嗯 我们家的土豆 不知道还能不能活 好像冻死了 都没看到几颗苗 嗯 我这个牙现在彻底好了 就是说那个洞还没长好 一般吃完饭里面就会有一粒米 一粒米饭 一粒米饭 它完全长好 至少两个月吧 长不出来 那个还要久一点 就是把那个牙齿齐平 是吧 不会 还是把那个牙齐齐平 是吧 不会 还是把那个牙齐齐平 它上面还有那么多杂物啊什么的 要清理 嗯 把有用的留着 嗯 那些比较好 还可以的木头 没有白蚁的 就给它全部拌进来 嗯 放糖露里面 嗯 释放啥的方法 看着看 放哪里都可以 只要折风当女就行了 嗯 今天好像又 本来说升温了 今天但是啊 感觉又降温了一点 嗯 今天又有点冷 好冷 突然间感觉好冷 现在都三月了 我说阳春三月 正是要开始那个吧 马上快植树节了 对啊 可以种树了 植树节 种果树 那几棵橘子应该是冻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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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